為什麼今天要玩的翻唱蛋 是因為前幾個DLC我都沒有玩到 DLC的更新 哇操我從來沒看過遊戲的DLC會更新的 我通常都看到人家再出一個DLC 我新的檔案還是住在這間破房子是不是 清理車庫 你好 簡單來說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真理車庫 就是這遊戲它的那個什麼特色就是 它接任務就是要接Email Email上面它就會模仿說 有些人會打錯字這樣子 然後翻譯的時候它就會把它翻錯字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也是蠻有趣的 我想請您將所有的箱子 垃圾和舊輪胎丟掉 怎麼可以自己丟是不是啊 最好不要動到工具 因為我的丈夫不喜歡有人亂動他的東西 害他日後找不到 我會改變你的丈夫的 找不到的問題 不可能 放門口 你走進來一定先踩到他 我跟你講 我全部都動過一遍 然後你一定找得到 從此之後你不會跟我講說 我不要別動他的工具 還是要怕找不到 沒有 我動過你還是找得到 我跟你講 沒有沒有例外的好不好 這個這個有那個有成就 你可以把車子搬起來 搬到隔壁區 突然不只工具找不到 連車子都不見了 竟然在打掃 我還要自己丟 這種東西不是應該 請環保局過來嗎 我有魔術小手棒 直接點一點他就不見了 還是就是因為 我有魔術小手棒的關係 所以他們沒什麼差 他們是天天都在這邊大便是不是 家裡沒有廁所 有啊他們家看起來蠻時髦的啊 對啊有廁所啊 所以這個馬桶 這個馬桶大概 就是你知道比較小一點點 啊你家 啊你家這樣子 啊 為什麼要在車庫拉屎 垃圾丟丟車庫 為什麼垃圾要丟車庫啊 我真的是不理解 我不知道為什麼擦窗戶 會有這種聲音 但總之 總之我就是這樣擦的好不好 刷刷手 跟你講 這樣刷一刷 你的屎就不見了 我覺得拿遊戲倒可能比較快 超級拖把2028 現在是2023年啊 可以用手擰的 我其實蠻喜歡這種拖把的 不喜歡另外一種 以前拖把 那個要擰拖把 都是把它放在圓圈圈的那個東西上面 然後用轉 然後那個東西 這超級難用 這個也是要丟掉的對不對 我幫你丟 到底是誰家的Oreal餅乾 給你這麼大 哇他現在那個 連一般專案做完都會 還好 我只接他這一份案子而已 我沒有 這份接完我自己先跑路了 一些碎石子和灌木 你好我家 我在 我在家工作 那是我的牙醫診所 對於各種蛀牙問題 我都能解決 但卻拿花園裡的小洞和雜草沒轍 請在前院鋪上一些碎石子 去除雜草 此外 可否請您種一點植物 讓它好看一點 好喔 啊我的除草機 除草機現在還不能用 我只能用手擰耶 我不想看到那些草 我覺得他們會很痛苦 我覺得你在割的時候 割下他們的聖堅 就跟割掉我的心一樣 這遊戲也能炒地皮 可以啊 這遊戲最賺錢的方法就是 買一間房子 把裡面打掃乾淨 然後就可以賣出去 買那種 破爛小屋 然後就把它賣掉 你這賣兩千 這窗戶我差過了兩千 雙色石子 不行啦太大了啦 這太大了看不出來 他是要用那個石頭 直接把草壓死 打草怎麼會這麼卡 鐵板做的是不是 真葉灌木 真葉灌木 啊真葉灌木是怎樣 就隨便買是不是 還可以挑品種 美國扁駁 哇這個一定盜財過來的 扁駁就做在這種 就種在這種地方 你種得起來 一定死給你看 我們來種多一點美國扁駁 警察路過的時候 都會眼睛 眼睛凸出來 還是住在這種破爛小屋裡面 這個差不多就跟我的房間一樣大吧 我的房間沒有廁所啦 某種除草劑來剷除他們 還好我只是用了一些測試 很快就發現他非常有效 不僅摧毀了雜草 連我的灌木蟲也是要摧毀 我很欣慰自己沒有從院子一次出噴殺 但很不幸的 我把它用在入口前的植物 如今那邊區域的植物整個枯黃 變得很難看 請把它清除 然後使用鮮豔的綠草填滿 好喔 如果你可以順便 檢修我的草坪 那太棒了 當然沒問題 只要價錢合理 好不好 還好我有這個神奇小手手 我這個神奇小手手 基本上 沒什麼問題 好神奇喔 不能在那邊剩 不是啊你都讓我放了 把磁磚挖起來然後丟旁邊 修剪草皮 開心割草 我再幫他整理 我沒有再亂弄 我再幫他整理 我沒想到 你也想要來 我看 你會想要來 你有心情 那你也想要來 你真心 你會想要去 你不想要來 你會想要來 你不想要來 你會想要去 你會想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